主料,鱼头150克,鱼尾150克,豆腐250克,枸杞10克,主料,姜20克,葱,香菜,油,盐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香菜,葱洗净,将制品切片,枸杞冲洗,豆腐一块花二刀成4块备用,锅中下油烧热,放下姜片变香,把鱼头,鱼尾放锅中,煎至二边变黄, 锅中煮制肺,把煎好的鱼头,鱼尾,蝉酱片一起到锅中煮开,去掉浮沫,放下豆腐煮制汤色变浓大,把香菜,葱,折断掉下汤中,加盐调味,撒入枸杞即可出锅,烹饪技巧,煮制一条汤最重要的一个工序是先把鱼煎过,然后在煮鱼的时候有水出饭的混合,就会得到浓白的操作,如果鱼实先不煎过, 不但没有浓白的汤色,煮出来的汤味有腥味,鱼肉也不容易煮辣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